Yo 各位親愛們好 歡迎回到藍諾的 YouTube 頻道 在前幾集的影片裡面 我們有跟大家介紹 如何使用快速上字幕的方式 那我們主要介紹的軟體是剪映 但是我們今天有個好消息 就是跟大家講說 Premier Pro 也推出了類似的功能 而且是直接在 Capture 裡面 就可以進行這樣的功能的轉換 那要怎麼去找到這樣的功能呢 其實你只要進到你的 Adobe Creative Cloud 裡面 把它更新到 E5.4 的版本 那這樣子就會有個 影音轉文字的功能 那至於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就在下面介紹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先開啟 Premier Pro 然後在媒體點兩下 找到你要的影片 然後呢 再把它拉到時間軸上面 那這個時候我們找到 Caption 的位置 然後點選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左手邊 出現了文字的面板 接下來就選擇轉錄序列 那點選進入 我們就可以開始轉語音文字了 接下來有幾個選項 我們可以看到轉錄詳情 然後呢在這邊去確認 我們的序列長度 是不是我們要的影片長度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轉錄設置 你可以選擇 僅選擇標記為對話的音頻剪輯 那要如何讓Premier Pro 知道是哪一個對話呢 讓我們先進入到音頻 點選時間軌上的音頻 點選時間軌上的音頻 再回到右邊的基本聲音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再次回到選擇音頻分析的地方 那這樣子就能夠點選標記為對話的音頻剪輯的選項 那這樣Premier Pro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對話剪輯 你也可以簡單的選擇將音軌正常 將軌道的音頻完全轉錄 或者是選擇單一一個音頻轉錄 那目前Adobe Premiere Pro它有支援13種語言 我們最常使用的是英文跟繁體中文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它目前只能夠單一選擇 或者是單一支援一種語言 那這樣子就變成說如果我們的影片是有兩種語言 或者是更多語言的時候 它在辨識上面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功能它最好用的時候 是當你的語言是只有單一語言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點選 緊轉錄從入點到出點 很明顯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那你也可以調整自己的出入點 來控制你想轉的文字區域 那選擇啟用識別不同講者的這個功能 它非常的好用 簡單來說它就是能夠幫你在一段影片中 去識別不同的類型 像是訪談啊或者是對話等等 它就能夠幫你分別出哪些是講者 或者是哪些是對話 那當然在這部影片中只有我在講話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只要簡單的選擇 轉錄從入點到出點 然後呢再進行轉錄 那你在左上方呢 就會看到它已經開始在轉錄了 這個時候會出現一段一段的文字 我們只要隨便點選一個字 它就能夠跑到相對應的時間軸的點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裡做修改 那這裡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搜尋功能 如果要尋找文字的時候會非常方便 那講到這邊你可能會問我說 這個還不是時間軸啊 那我們這邊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步驟 就是點選創建說明字幕 那到這邊我們畫面就會出現創建字幕 這個時候我們從序列轉錄創建 的字幕預設這裡選擇 字幕默認設置 那格式的部分我們選擇字幕 再往下我們可以看到最大長度以及最短持續時間 可以通過字符長度和最短持續時間來選擇你希望每行字幕的長度 那最後行數的部分我們習慣選擇單行然後點創建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字幕軌上面看到字幕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結尾的部分 如果你問我說Premiere Pro 它的語音轉文字功能到底好不好 或者是準不準 我覺得跟講者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像我們在這部影片我就特別在 講話或者是在示範的時候特別講的慢一點 那這樣子我們在語音轉文字的時候 它的可靠性跟它的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也許之後的科技能夠直接發明 當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它就直接能夠把文字記錄下來 那我們現在很開心在Premiere Pro上面看到這樣子的功能 只是就是以中文來說 我們覺得目前它的體驗跟英文比起來 英文還是比較多元一些 但是我們相信現在竟然Premiere Pro它已經有這樣子的功能 那我們之後覺得在中文方面它也會慢慢的優化跟慢慢的進步 也就像是我們之前講的 我們覺得上字幕這件事情 它會慢慢的從土法煉鋼變到非常智慧的方式 如果你對於學習Premiere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有開設一門專門為Premiere Pro初學者的課程 那在這個課程裡面我們會教大家使用工具箱 各種內建的功能 轉場還有簡介洗髮等等 它是一個非常精實的課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把連結放在下面 還有當然如果你對於這一次我們在講的內容 就是語音轉文字的功能 你有問題的話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量幫你做解答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